谢国良这个议题 现在已经是 全台湾的人都在讨论中了 所以佳琳你来看一下 谢国良他现在一直不断想要洗白 过去给人家感觉 所谓快乐的成年人 公子哥 对没有吸毒这很重要 再次帮忙澄清 所以来看到谢国良最近 上街头执行盆栽整洁的专案政策 谢国良市长贵为市長也是撩下去 自己去所谓的搬盆栽 那吴征 吴征就给他开 他说谢国良想让大家觉得很亲民 接上来我们会不会看到 谢国良在基楼 也扶老太太过马路呢 一边搬盆栽等等的 说真的啊现在做这些 是不是有较慢啊 在买乎啊贾琳 对啊眼看着前面罢免就要达标了 现在才做这些 他自己当环保局局长去搬盆栽 那不是清洁对同仁要做的事情吗 我看到他这个行径 我想到谁 想到韩国瑜 韩国瑜刚当上任 他不是去闻消毒水 对 他要树上去 大家就觉得他好亲民啊 有一派觉得他很亲民 对 可是他明明知道说 这不是市长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做不来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不晓得 做市长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要怎么做才是 表演成分变得屈多了 所以吴征在说可能一边扶老太太 一边那个还要搬盆栽 我是建议他还要骑狗狗啦 他还要说五恩台的狗狗狗嘛 既然要清盆栽 希望净空 又要把摩托车放在哪里 放狗狗嘛 还是说他把盆栽 拿去某个地方放 然后呢 再把那个地方 本来是绿色草皮的 那个塑加草皮的部分 换成盆栽呢 还是要把盆栽的地方 换成草皮呢 那个草皮都已经贴到 那个屋顶上面去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到现在为止 谢国良上任之后的印象 他做的政绩嘛 就是塑加草皮 然后哥哥罗 一换再换 后来也没有 到底后来是什么方案 也没人搞清楚 该撒拜啊 对 然后呢 这个我们那个东岸的广场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然后重点 大家都永远会记得 他自己在网路上直播 说我是个快乐的成年人 看起来好像有喝酒的感觉 喝酒不是重点 重点是大家印象只有这几个 那一个市长 让人家印象只有这几个成绩 成绩成绩 所以你说他的罢免 会不会成案 我想明天如果去递交这个连署书 我想应该是有达标 更多啦 超过更多 至少会送四万份过去吗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你要被罢免的 这个行政首长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说 你要其实你上任之后 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就应该宣传嘛 而且你要让人民有感 那现在才来搬盆栽 也就是大家知道说 之前盆栽都满街都是 满骑楼都是 现在才开始做嘛 对不对 所以对谢国朗来讲 一个行政首长 也就是他市长 他要什么样才会有成绩 最起研到第三年第四年 因为为什么 你刚上任是年底嘛 年底你要开始做了 下一年的预算是前任的市长编的 好 那你的施政重点 可能跟上任市长不太一样 也许你可以微调 但是他等到隔年了 你才可以编 下一个年度的预算 下一个年度的施政计划 也就是说谢国朗 现在正在做的是 他自己编的预算 他自己编的施政计划书 所以他能做 现在七月嘛 他能够做什么成绩出来 当然是没有啊 但是他充斥在 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 都是塑胶草皮 好 哥哥肉本来有 变成没有 然后呢现在又变成 还有盆栽 那未来呢 搞不好还有这个 这个听说白沙发 也成为讨论的议题 他就说你会觉得 这个市长到底在做什么 人民是没有感觉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到 现在这个公民团体的 这个声势也好 或是通过他们联续成绩 会那么好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国民党真的是 不晓得是租队友还是什么 不晓得怎么讲 到底有没有真心要帮他 对 因为谢国良好歹是你们的同志吧 谢国良不是一个市长而已 他好歹是你们中国国民党的市长 那中国国民党应该 国民党应该维护他才对啊 不然台北级 李华宇上次那个许与珍 提这个选败法的案子 就已经被发现 赶快撤下来 现在就正面对决 所有的人都想到说 现在罢免 叶元智还没成案 然后许晓鑫那些还没成案 这些都还没成案 罗天文还没成案 但是谢国良已经摇摇领先在罢免的前面了 所以你提这个选败法的修法提高门槛 大家就知道说 原来是为了救你谢国良 当然谢国良是两波签说 可能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国民党的智库不是这样讲 他说是可以追溯的 那我们先不要讨论到说 当初你跟选民的承诺是怎样 选举选败法当初的规定是怎么样 你现在要来修这个规定 先不要讲这些好了 退一万步都不要讲了 我要讲的是 谢国良当初自己还提选败法修法 就是刚刚黄国昌的那个影片 他还提修法说要增加门槛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不敢讲 他只能说 我都没有意见罢免都不好 奇怪了 你当立委的时候罢免都很好 而且还要提高门槛 所以这个在国民党的策略来讲 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朱队友 反而助长的所有网路的声量也好 这些这个霸凉的团体 公民团体也好 他们说本来都没有什么人在关注 媒体都没报道 那因为选办法修法 一瞬之间这两天 全部都在讨论谢国良被罢免的事情 那么多开心 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朱队友就在自己身边 这个谁是朱队友 要认识清楚 玉慧姐 因为刚才讲到朱队友 这件事我就想到 徐晓星到底有没有认真要帮谢国良 因为他好像在一个直播的节目当中 他又提到说过去前男友的事情嘛 前男友曾经在Net打工 他说开店的时候 那个Net都把衣服丢在地上 然后再重新把它折回去 所以这个前男友觉得很脏 就不去了 那晓星听完也就不去了 徐晓星后来又补一句 他说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告 说不定人家Net有改善了 请Net不要生气 当然被讲成这样Net也赶紧出来回应 说门事管理如果有待改进的部分 我们也会虚心检讨 但是Net的委任律师也呼吁巧新 希望他能回归立委的问证本业 其实听巧新说那个故事 说整部 实在不晓得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样意思 你说这个 这个跟谢国良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大家会因为这个就想说 不然我们不要去罢免谢国良好了 会有这样的联想吗 不会 那巧新这样的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流量 也是有的自己 那就是提高自己的流量 让我们在节目当中 花一些的时间去讨论他 他又在胡说了 那徐晓星除了爱诈骗 今天徐晓星一出来以后 我看到民进党的这个 所有的立委在那边 徐晓星爱诈骗 让他一面致输输 讲不下去 那所以他现在只要躲回在直播里面 他就可以乱讲啊 你今天去攻击一个民间公司做什么 你去攻击Net做什么 今天Net如果真的有 他所说的这个情形的话 Net说他会改进 而且也不劳你徐晓星 这也不是在你立委问证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 他就是在提高自己的声量 所以他今天会硬生生 恶狠狠的从蔡逸余的肚子上踩下去 如果蔡逸余没顶在那边的话 如果蔡逸余就是闪开的话 那徐晓星会掉下来 他如果受伤怎么办 然后我真的觉得徐晓星真的很夸张 那徐晓星据说 他们不是就在这个礼拜天 7月7号嘛 对 然后国民党的一些 这个政治人物准备 但逗兰要去了 准备要去还包括赵少康 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 你们当天的制服 你们要有团服嘛 你们就每一个人头上顶着 那个塑胶草帽 每个人头上都长草 每个人都绿化 对 都长草 然后身上呢 披个人造的这个塑胶草皮披风 每个人骑一台电动车 不一定是哥哥龙 这很有看头 对 然后上面 后面的挡泥板 有杨宝珍 我132万 让你132个人染疫金 拿不到 这个要写上去 然后呢 沿路要发什么 要发蝙蝠蛋 对不对 蝙蝠蛋 对 这龙总是谢国良部署来展示 对 你也想到这些啊 然后现场呢 要记得安排海滩大沙发 那让这个所有现场的 基隆的这民众来做 沙发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你看多棒 基隆人一定看到这个场合以后 会觉得 谢国良做的真棒哦 你看蝙蝠在其他的地方 不会下蛋 在我们基隆就会下蛋 那在其他的地方 人家市长讲话说话 算话 如果说话不算话的话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政治上面 你要承担的后果 但没关系 由我们国民党 只要你票投给我国民党 你永远罢不掉我 他们是要去宣传这个吗 是要去宣传这个吗 然后要去宣传说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开了多少的这个票 都变成芭蕾票 也没关系 因为我是快乐的成年人 而且我不吸毒 那这个 只有像林佑昌 经济不稳定 我经济很稳定 这是什么话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这群 各个 这个各怀鬼胎 徐晓星为了自己的声量 朱立伦为了 我明年要选主席 然后周上康 请记得要收看他的节目 收听他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 现在是践踏在谢国良的身上 那谢国良 这真的被他们的生煎火烤 就放在那个架台上 因为谢国良 他其实心里面想 你们不要来 你们就让我安安静静度过 这段行政 不然的话 其实谢国良聪明的话 他就做回小爱爸爸 他就辞职嘛 何必 他现在还要硬 拼在这位置上 那至于 我觉得国民党这些人 继续在基隆出现的话 请记得要记得 我刚才帮你们设计的团服 头上带着塑胶草 身上要披着这个塑胶草皮的 这个披风 然后记得沿路发蝙蝠蛋 骑着你的电动车 后面还要有杨宝珍的挡泥板 上面写着132万 让132个人 拿不到染疫补助款 我相信基隆人一定会 很感谢谢国良的 玉慧姐把谢国良上任之后 基隆的一些特色跟创取 如数家珍都背出来了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4季线上有超过100台